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中国拥有着极高的人气与众多的爱好者 这使得中国具有非常充足的羽毛球人才储备 中国也是奥运会羽毛球比赛中获奖最多的国家 累积总共有40亿枚奖牌 其中包括18枚金牌位居所有国家之首 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赢得了全部三面奖牌 包揽了所有五个项目的冠军 是奥运会羽毛球比赛中绝无仅有的大满贯 除了中国观众喜爱羽毛球这项赛事运动外 韩国 马来西亚 丹麦和印度尼西亚 也是这项运动的传统强国 而且羽毛球还是印度尼西亚的国球运动 近年来日本异军突起打破平衡 来自泰国 印度和中国香港 中华台北等国家和地区选手 也开始在各项赛事中取得理想的名次 男单方面来自日本的传奇名将陶田贤斗 过去两年一统奥运羽毛球的江山 他最大的威胁是来自中国的常胜将军石宇齐 女单方面国瑜女一号陈宇飞 在2019年异军突起赢得了七个赛事的冠军 同时也登上了女单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 今年3月全英公开赛后 全英飞不敌中华台北选手戴茲颖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在混合双打项目中具有明显优势 且实力不输有望冲击冠军 但自2016年里约奥运会后 多位名将退役 因此2020东京奥运会上将会出现一些全新的组合 这也是一大看点 那这次根据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奥运七分排名呢 中国队在男单女单女双和混双 这四个项目上均拿到满额的残赛资格 日前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张军先生 在展望东京奥运时称 中国羽毛球的混双和女单和女双 都有冲金的这个实力 其中呢混双的夺金希望是最大的 男单和男双呢冲金难度相对较大一点 相信喜欢羽毛球的观众朋友们 又可以在荧幕上看到这一项令人兴奋的运动了 好那今天这个节目呢就到这里了 作为中国队强势夺金项目 7月24日正式开打的比赛是否能够全员晋级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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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